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什么感想 差异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就是这种语言魅力 我觉得周老师是二元叙述 那些骂周老师批评周老师是没看懂的 看懂的那一拨人 就开始嘲笑那帮骂的 这两拨人是智力上的不平等 我倒觉得 我可以跟咱们的观众分享一下 你有没有想到 你比如说我做这个节目18年 什么样的嘉宾我都见过 而且我可以这么说 基本上99.999% 我还都很欣赏 我都很喜欢 这何以做到的呢 对吧 其实不见得是因为我的身份 只是因为主持 而是我就分享 怎么我 比如说咱们看一幅画 说实在的 你去博物馆看这个绘画 说是在有的时候 我都 他画的题材不重要 你看的是他的这个画 他的这个技法 就是你知道吗 一个嘉宾 我现在发现呢 大多数人执着于观点 比方说他听你说话 哎就听你这是什么观点 对 非我族类齐心避意 我同意我就高兴 我不同意我猜死你 对吧 可是实际上呢 我觉得除了观点之外啊 很可以这个欣赏的 或者给我们带来欢乐的 是表达 所以你像周老师 我觉得这个表达 他独具一格 你同意他的观点就同意了 你要不同意 你听起来像相声 您是不是这方面有过一些个 呃 自己的道行修修炼 没有没有我就是当老师 年数比较多 严格说我是40年以前就当老师 嗯 这个跟北京人有关系 66年呢 我是高中毕业 那时候学校已经正常的 教学秩序就没有了 哦 所以说那时候又复刻闹个命的时候 招来的那些学生 我们高三的学生就是老师 哎 您这种风格是不是在当时文革 大辩论大批判的时候很有威风 也不是 谁都辩不到你 大不是大批判大辩论的时候 我们都不参与 那时候叫四大 那我们是准备考大学啊 66届高中毕业生啊 准备考大学啊 不是大学都废除了 是啊 我们那是后 那不是后来才废的吗 我们是高中毕业是66年5月 啊 我们毕业 我们复习了一个多月 准备7月初考试吗 那是最 应该说最紧张的时候了 是吧 您没插队吗 我插队了 毛主席挥手下乡啊 两千万的 我是两千万里次一个呀 您上哪插去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我觉得北京人周老师 再加上东北人的周老师 这两个吧 就是说像 我们在东北种地将近十年 十年 你真的都会种地 老农 比会种地的农民 我们一点不比他差 我从播种到收割至少干了八个完整的周期 哎 我八百 我是一种田能手 真的 我今天觉得啊 就是说 呃 就他们周老这一代人呢 和我们呢 他们这一代很多知识分子 我特别佩服的就在于 我们这一代念书的吧 体力劳动这方面 这就算是都是废了 对 手无腹肌之力 他们这个往往是能够农活也能干 甚至能当木匠 甚至能当这个呃 钱工电工 而且又是学富五居这样的一个一个学者 我老觉得这种学者 我很佩服 就是他他好像很全面 你那词用错了 我们不是知识分子 我们是知识青年 哦 他给那知识分子啊 是个政策界限 你不是抓右派知识分子抓 知识青年不抓右派 我们那知识青年有别的罪名 但是绝对没有右派的这个罪名 知识青年有什么罪名 有现行反革命啊 啊 什么证 那肯定有啊 但是却没有知识 却没有右派这个这个罪名 因为他叫政策界限 破坏社会的农村生产 那罪名多了 那时候的罪名 这又上百个罪名了 嗯 所以呢 你有时候不得不思考啊 这个 比如说你像文革当中啊 你会觉得啊 人的心理啊 是不是有一种容易被催眠 或者那样的一种现象 您知道我为什么给您插开这个话题啊 因为最近呢 哎我就说林姨怎么老出事啊 林姨方面要警惕一下了 林姨那一个一个姑娘 这个徐玉玉对吧 给骗走了这个学费 对死了 我怎么看见这两天刷屏的 有个林姨网界中心 其实呢 这个林姨第四医院的副院长 叫杨永信 他自认这个网界中心的这个主任啊 这个事是几年前 对央视啊 很多媒体都报了 但是最近怎么这篇文章又出来 又引起一轮这个波浪 这没什么特别的来由 只是有人出来接他 就是进去过的那些人啊 组成了像联盟一样的 就英雄联盟 我要我要揭露你这个事情 那有人把这个事情就给爆出来了 还是说他没得到什么处理 停了 就现在是暂停了 暂停了就是就是社会 是社会影响比较大之后暂停的 就是热了之后 就给他这个先是暂停 但是并没有取缔他的资格 因为他的手续都是合法的 他也是挂靠在医院里面的 像一个科室的 三甲公立医院 对对对就是他有一个很很很正确的保护伞 就跟以前的收容遣送的时候 有有人把这个收容遣送站 是设在一个精神病院的一个什么 后边院的挂靠的 那这是一条龙的一个合法的一条 哎呦我看的这个有一个人写的就是 在这个网瘾阶段中心在他这待过 后来强行离开之后 这个人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 我看了很生气啊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得到证实 我觉得如果能得到证实的话 就我浅薄的这个法律知识啊 我认为这个杨永信绝对涉嫌犯罪啊 对就是他这个 而且为什么让我想起就这种愚昧啊 这种搞的这种偶像崇拜 这些家长和这些借网瘾的人还要给他下跪 什么杨主任这是对的 杨主任这个给了我们新生 我说你这个怎么医院借个网瘾 你怎么搞这个东西呢 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呢 周老师你对这个事有有阅读相关的东西 是因为从我们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呢 他这是一个现在我们叫由计划经济 我们要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对吧 那么而且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 原来叫基础性的作用 18届三中全会叫决定性的作用 但市场那就是有需求就有供应 首先讲究有没有需求 有 现在中国的精神病的患者重症的一千多万 精神病患者呢是七八千万 住其中重症的一千多万 他有需求 包括各种瘾 比如说网瘾啊 那我问你 网瘾到底算精神病 还是精神行为障碍 轻度重度 这个有结论吗 对我们参加过中国的残疾人调查 中有五类残疾 治理残疾啊 听力语言残疾啊 包括精神病残疾 但是精神病残疾 当时的标准定的就不太容易 而且能够鉴定精神病的这个医生 全国没有多少 所以说那个时候的第一次 那第一次我们叫残疾人调查 后来就进行过第二次 对吧 那当然他是与世俱进了 但是精神病的现在肯定越来越多 那么中国的精神病原来都不愿意说 说我得感冒了 我吃午 我杂粮 我腹泻了 人家说没问题 你说我精神病了 这玩意不行 跟骂人是吗 精神病就是一种骂人吗 其实精神病 心理方面的病 精神方面的病很普遍 你不是像美国这种发达国家 三一二千万 多了 好多好多都是所谓的心理调节 那就是说你有了一点 精神上有了一点问题 因为人有精神 那有精神他就有可能得病了 所以现在需求强劲 供给不足 而特别是这个政府的 我们叫治理能力 现在是不作为 其实像这个话题 你不应该找我们 因为我们都不是精神病的医生 你得找这个全非的精神病医生 说你治精神病的 精神病有各种类型 用老百姓来讲 就是五疯的还是文疯的 你说文疯就是疑 不说话 五疯的就是拿刀乱杀人了 但不管怎么算 实际上王尹是不能被列入到 精神病的领域里边的 但是咋不像我 像我们作为社会学的 我没有资格说这事 因为这是所谓医学分类的问题 我下边提的问题 您这社会学的可以评论评论 就是说本来这是个专业的领域 对吧 精神病或者是什么 这次耸人听闻的就是电击 因为我问了专家了 现在卫生部曾经论证过 就对于所谓的王尹是有争议的 但是基本上 他是不能认为是严重的 嗓尸自控 就是那种非常严重 甚至会危害他人的那种精神障碍 它只是一种轻微的精神行为障碍 能不能这么理解 而且我觉得连这个都不能算上 王尹 王尹连轻微的精神障碍 这一点都不能够 我觉得成立 因为你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 我看他那个 杨永信他们制定的治疗的 王尹的标准 还包括虐待父母 失恋 就是失恋早恋 什么厌学 就是不爱上学 就是这一类的全部都归到王尹里面 那如果像早恋和对父母冷漠这种事情 也算到精神障碍 或者轻微的精神障碍里面 那这个就不是一亿的精神病 那得十亿精神病 当然就说最令人这个让人觉得发指的一个手段 就是说他电击 就搞这个电击 那玩意跟刑讯 其实电击也据说的确是精神病治疗当中的一个手段 但是这个手段采用是要有非常严格的条件的 比如说除非是他有威胁别人了 或者多么严重的 再有一个就是像王尹的家长带着说我这孩子上网上尹来借 这种按照有关的规程 你这种任何医疗手段是要被治疗的人他自愿的 可是在这似乎出现了强迫的这种禁锢的这种 他用电击的这种方式实际上就即使他是对精神病人的 但他那个医院整个医院就没有治疗精神病人的资格 因为精神病医院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界定的 北京最多就那一两个能治疗精神病资格的医院 他在一个普通医院里面设立一个科 把他给定性为或者精神病之类的来进行这种电击 那实际上是严重违规的 那我觉得仅空这一点就可以把它关掉 好 好 好 而且呢 他这个据说杨永信 他一来专场治疗 愣得跟那个传销似的 他搞这种个人崇拜 然后呢 家长组织一个委员会 也跟着孩子在一起 而且据说还画圈 就搞这种的道德行为 比如说跟妈妈吵架了 或者今天干活没干好 画够多少个圈 给你电机去 电机 然后2009年 说卫生部叫停的这种电机呢 他现在说 他现在辩解称 他叫一个什么 第一瓶脉冲治疗仪 据说呢 有人也试过 说那玩意当然是痛苦刺激 但是呢 我说到这 您从社会学的角度 有评判了吗 这就是有关部门不作为 就是说 你有卫生部 你有医学的什么学会 你有精神病类的这些医生 你们干嘛去了 你什么叫叫停啊 你这些 因为我参加过 残人调查 我知道吧 关于精神病类的调查 它叫社会生活适应的能力 它有个等级表 它有20个问题呢 就首先你得调查人员 你得够格 而且你得拿他那标准的去 去这个 就跟高考说 高考他得有判分的老师啊 那判分老师呢 十个人都能判分吗 对不对 所以说他得有这一套严格的程序 这些责任当然是政府的 你政府你不作为 是吧 完了你叫停了 叫停了就完了吗 你得严格的制定 比如说王瓶算不算精神病 你得咱们说实在的 我们是外行 我们制定不了 但是你卫生部 你得组织 这方面的专家 你得去鉴定 到底是不是 是比如电机能不能用 多大范围得能用 那您怎么理解 比如说这个事一爆出来啊 也是两方面争议 对 反而是有些那些啊 崇拜杨永信的这个家长 为他这个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保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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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他 说没有他 我们的孩子 还有救吗 怎么怎么着 那您就怎么 这孩子有鉴定的 因为你要注意邪教教主啊 就有这本事 你不是说日本的邪教叫 麻原扎谎 对 奥姆真理教 他让那个 奥姆真理教吗 他让那些日本名牌大学生 那都是应该说 一般没问题 拿着沙林毒气 到东京 日本首都东京地铁 放沙林毒气 毒死了12个 都上 上千个 那你说他 他这邪教教主 他也没有说暴力啊 也没有说金钱呢 他不就砍吗 就包括本拉登 本拉登也是砍的 山洞里砍 这一帮人 大概有20个 一个没上飞机 19个就截了4架飞机 撞了世贸 对不对 那也是 你说 你说如果你要 当时你要问这些 撞飞机的这些人 那本拉登的是神呢 所以说你这些家长 受到所谓 这个某种的 这个心理暗示也罢 或者某种的怎么样 他当然了 所以是这件事 像你说的 刚才说的那个道理 就非常 这个重要 就是知情同意权 就说我给你治病 我给你开刀 你得花多少钱 你有什么痛苦 你有什么副作用 你的成功率有多少 我得告诉 那个所谓的患者 叫知情同意 这是最关键的东西 是吧 但是还得 但是精神病不行了 因为他没有完全的自理能力了 所以由他家长 或者叫监护人 所以我看 有的这个记者采访 北京的 有的精神病专家呢 他们认为 这个杨永信搞的 对这个所谓患者的 和他的这个家长啊 是一种洗脑 对 他我觉得他从模式上 实际上就是运用邪教的手段 而且比邪教要更残酷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 抢劫一个人 会用肉体的威胁 来做一个事情 去抢你钱 不洗脑 那如果是一般的文革呢 我让你这个去忏悔 一般的宗教 我让你去认罪 去洗脑 那这个是 另外一种洗脑 它是肉体的惩罚 加上你的洗脑 如果你不信我 我就惦你 我像训兽一样啊 我就惦你一下 扶不扶 惦一下扶不扶 我都想跟杨永信打个赌 就是我就不用他的手段 我只需要带着我们村的两个小伙子 他把杨永信交给我一个星期 我就直接让他喊我上帝 就能把他训成狗 我直接让他训到他就是喊上帝 或者直接就喊圣母玛利亚 他肯定行 就是这种邪教的手段 像周老师这种 他们就是非常了解的 就是用一个肉体的惩罚 信息的不断的轰炸 你听我他给你点甜头 不听我他给你极端的肉体的惩罚 那实际上在很短的时间内 他就可以乖乖听命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犯罪 就我的朋友说了 就是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美国 一个邻居的电话 直接就把他就给逮走了 就判三个九十年还是差不多的 咱们可以看看杨永信 这网上那些爱上网的人 已经把杨永信当成一个叫什么瓷暴 瓷暴什么恶魔了 瓷暴不兵杨永信 你什么你电念 这可能就是他脉冲 治疗仪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他所谓的这种电子脉冲 治疗仪 再看下边 你看进去的 全部都得统一穿迷彩服 一起在一块这个训化 这据说是为了防止自杀的这个网 对对 怕他撞墙 这就是我说的这篇文章 我在林以网界中心的真实经历 你这篇文章如若全部属实的话 那这 太恐怖了 真是 你看这个据说是他们自己组织的所谓家长委员会 这个附属于杨永信这个网界中心的 这个家委会如果有人跑了呀 家委会发的这个信息 就是我们看我们家委已经查好你女友 家庭住址学校及你有关的材料 派出什么派出所介入 最后结果你自负 我只能救你到这 社会学怎么判断一下 因为在医学上也有争论 比如医学上有一个 我们老中医就有叫以毒攻毒 那么以毒攻毒行不行啊 有的时候行 有的时候不行 你本人比如你毒的量 控制不对 或者时间不对 等你一个人治死了 这种事故 那么对于这些患者来讲呢 我治 我有可能好 我不治我可能死 那我给你来一个恶招 所谓以毒攻毒 包括乱世用重点 其实那个乱世就是用重点得来的结果 它是毁因果的 因为你用重点 所以它就乱世 它乱世 你就说我要用重点 结果是恶性循环 在我们社会学叫互动 良性互动 那就是双赢共赢 这是我们追求的结果 还有个就是恶性互动 你死我活 两败俱伤 所以说这种事 我为什么说你一定要找医学的 有专门的委员会 让他们来鉴定 就跟我讲的一样 就是你调查中 有多数金人民患者 你得有一个标准 你得有专业的人员 你得去调查去 而这个事情呢 我反正我知道 第一次人口不查 就是残疾人的第一次调查 现在是第二次调查吧 都不是很圆满 我知道 因为你没这么多人才 而中国现在由于是个市场经济 就是说有需求就有供给 那么这些 你看这些人做了一排一排的 他有需求啊 因为他家里的孩子 可能确实有点瘾 有点借回于边缘状态了 他就去送去了 特别是写这个的 这人写的挺好 我也看了 昨天啊 但是你说他要是写的挺好 合乎逻辑 那人说了 不治好了吗 他在去之前写的也 去之前写的不可能 他讲的是活乱活现 就是他自己的体验 那你受了苦了 确实受苦了 你不是现在好了吗 也有女朋友了 对不对 也没网瘾了 那也没网瘾了 那你说这事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说我们呢 失去判断能力 但是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就常识 就叫做好事不被人 被人无好事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期期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不能乱收费 这就是你漏了马脚了 赶紧你是骗钱的 你是 因为医生是 治病救人吗 是吧 但是你治病救人 你不能高收费 收费是可以 但是你不能高收费 他们这方面收费 倒是说 他们辩称啊 就说是按照当地物价局的 什么水平收费的 我不相信 他们私下会罚款 对啊 你乱收费 而且你罚款 而且多少多少钱 刚我昨天看了 他那财神写着呢 如果是属实的 那绝对属于乱收费啊 那你 而且关键是什么样的治疗 你收什么的费 他不是不假局能管的 还是那句话 医学专业委员会 是吧 其实我跟周老师 有一点观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就是他的领域 我觉得这个主要 还不是医学领域 或者精神病科的 主要还是社会学领域的 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严重 也严重在这个社会学 这个层面 比如进行人身监禁 失去自由 让你进行互相检举揭发 你如果不服从 就进行奠基 最后对你进行完成洗脑 那些家长之所以觉得 我孩子比原来听话了 好了 实际上就跟摘掉了 某一种反抗的一种因素 一样 就是他已经恐怖到 让孩子一提起电脑 一提起上网 就很惊恐的这种地步 他们叫训兽 他是用训兽的手段 这就是很多的历史上 很有名的 什么斯坦福实验 和这种 包括一些电影 他包括飞跃风人院 这样的电影 他里边的模式 跟这个都是挺像的 包括检举揭发 提发 他这个精神病院 肯定有一定的强制 所以为什么我们以前 看过叫追捕 说一个横路径二 就是这意思 就是说给他吃药 什么等等的 那就是说精神病院 就是在北京的精神病院里 也有强制 精神病院里 也不能说你随时就可以出院 你要想出院 那肯定就有人 不让你出院 他跟一般的医院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事 我一旦说 你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员 来各种观点 要摆出来 叫兼听则明 偏听则暗 不能听一面之词 而且这里还有个度 因为以前 我记说前苏联 为了迫害一些持不动的证件者 也给往精神病院里送 对吧 在精神病院里头 怎么断定他失去 正常人的能力 比如精神病 他要是 比如醉酒 他要杀人了 不负完全责任 因为他已经没有 完全的行为能力了 精神病杀人 是不能够一命抵命的 当然也得负责任 但是不会说你把人杀了 一检查 这人有精神病 所以有很多辩护律师就说 查出来 这个家伙 他有精神病 那就免死 至少免死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 我一旦的讲 我一旦说 你比如说 我看了昨天的材料以后 我觉得最可疑的 就是第一 你有没有一个标准 你的主管 比如卫生部系统 你们有没有这么一个专门委员会 对这种事情 你们来进行鉴定 因为你们 你们责无庞贷 你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 我们是不知道 我们外行 你得知道 那你不知道成吗 再说那乱收费的问题 是吧 还有的就是 包括宣传的问题 因为这个人 他经过了折磨 完了 他写了一东西 因为我看他写东西 还是合乎逻辑的 而且基本上 应该说 是他的亲身体验 如果他没有这种体验 他编 那就是故事大王了 超级大王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就想了 他要是没编 他现在挺正常 那你受着点苦 值不值啊 不是 周老师 您像您这理论 您也可以说 文革的时候 那些被批倒批臭 关牛棚的知识分子 出来一个个都挺老实 这不是治好了吗 都治好了吗 聊事很明显 还是个费 三分七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我也看到有关的研究 居然有一个人讲 实际你看 国外网络成瘾 是较为少见的 但是文章标题 叫网瘾为何找上中国孩子 目前似乎表现出来 中国的孩子上网上瘾 包括游戏上瘾 一个是非常极端 再一个是百分比上来讲 似乎还是较高的 在世界上 他们就分析出是什么原因 在父母 我觉得是在父母 因为中国和西方的孩子 我都见过一些 包括一些我看到的体验 实际上也做了一期节目 就是怎么让爸爸戒掉网瘾 让妈妈戒掉网瘾 孩子的网瘾往往是从大人来的 首先是大人自己是一个网虫 或者自己是一个麻将大师 就是孩子往往缺少 父母的陪伴的时候 他就会去寻找别的娱乐方式 比如说爸爸你陪我玩会儿游戏 去手机吧 把手机给孩子 孩子自己就玩起来了 就是我看了一个数据 就是最近的调查 就是中国已经有一两千万的孩子 是五岁以下第一次出网 就已经开始自己玩了 那这个数字是很大的 他另外就是家长呢 就是缺少科学的 这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 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习惯 很不健康的一个人 又不知道怎么去跟孩子相处 让他去成长的人 往往是自己烦了 就让孩子去上个网 什么之类的 等孩子就兴趣来了 你又觉得他上网瘾了 那他只好借助杨永信这种暴力的力量 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所以这个的很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责任应该在父母身上 我觉得你的你的你的水平太差 你的你的教育方式太差 你只能求助于暴力 那很多比如像我们的孩子 我们是不可能把他去送到那个地方去的 我看这篇文章的这个分析啊 就是讲就说中国孩子 第一你比如说按说他们应该多点体育运动 可是中国体育场所非常少 好像这个儿童 现在你看孩子越来越不动了 就在屋里打游戏机 对吧 二一个呢 独生子女 他没伴 他没伴呢 最后他就以电脑网络这个为伴 所以呢 似乎就显得中国这个问题比较突出 一个就是经济 中国的经济呢 应该说前几年突飞猛进 包括这个电脑 包括网络也是突飞猛进 现在有手机的据说得有十七个亿到十个亿了 就这几年啊 包括我们的网络发展的也是全世界最快 这样就欲速则获达 过犹不及 他就出来避病了 因为你长得太快了 你长得太快了 有巨人症了 你的骨头就速了 你动不动就折了 是吧 所以说人家不能长太高 你比如说你多想当蓝牛运动员 你长一三笔麻烦了 咱们人长到二米二以上 就有麻烦 所以说人家说了 这个最棒的比人叠中锋 没有超过二米二 二米二怎么了 二米二就是作为人的这个物种啊